这一节我们来介绍英格兰市拍卖的博弈分析 大家先看一段视频 英格兰市拍卖也称增价拍卖或低估价拍卖 是指在拍卖过程中 拍卖人宣布拍卖标的的起交价及最低增幅 净买人以起交价为起点由低至高 竞相应价 最后以最高竞价者以三次报价 无人应价后响吹成交 但成交价不得低于保留价 拍卖的博弈 不仅是拍卖人和净买人之间的博弈 也是净买人之间的博弈 净买人如何合理的出价 使自己的成本降到最低 这也是在拍卖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个问题 假如A和B竞买一件艺术品 A对该艺术品的估价是205万元 他不知道B对该拍卖品的估价 但他估计是180万或190万 现在B的出价是170万元 规定涨幅为10万元 如果你是A 你应该如何出价 才是最有反应呢 由于A对该拍卖物品的估价是205万元 如果他以高于这个价格 净得该物品 则他的收益为负值 如果他以低于这个价格 净得该物品 则他的收益为正值 对B也有类似的分析 A有五种可供选择的策略 即出价180万 190万 200万 210万 或弃拍 他是否应该出价210万 以使得B弃拍呢 虽然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 对拍卖品的估价 但他们都知道彼此的出价 因此 该拍卖博弈的扩展式如图所示 其中收益项量中 括号左边的数据为A的收益 右边的数据为B的收益 在这里的基本字博弈中 B再次出价中的选择是气拍 收益为0 这样原博弈得到简化 继续考虑这两个子博弈 左边的子博弈 A应选择出价200万 收益为5 右边的子博弈 A应选择气拍 收益为0 从而可以将原博弈 进一步讲化 由B出发的四个子博弈中 右边三个 B的选择都是气拍 收益 就为0 需要说明的是 对最左边的子博弈 虽然B出价190万 和气拍两个策略的收益都是0 但选择气拍会使A的收益加大 故B应选择出价190万的策略 据此讲原博弈 进一步讲化 显然 A的自由反应是 出价190万 该博弈的子博弈 完美均衡是 A选择出价190万 B选择气拍 结果是 A以190万元的价格 得到竞拍物品 比它的估价 节省了15万元 即它的收益为15万元